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战局境况出乎普京原来设想 普京原来设想两三天最多不超过四天解决问题了 就是解决问题标志什么的 但也不是说全面占领 就是比如说结果出来就是那个喜剧原员出生的乌克兰总统 这段时间跑到西方去了 对吧 这个传统的招数啊 好了 那么他扶持的 比如说原先的乌克兰总统比亚努科威奇又亲额的上来了 这样就完成他的所谓特别行动嘛 他对外对内一直说的呀 特别行动嘛 但是后来搞的就是争刀争刑干嘛 战场这个具体情况下这两天报道出来的 俄军没有重逢准备呀 根本不准备打的呀 比如说塔克部队没有油 对吧 而且是一线部队配备的弹药嘛 这一两个基数 那就根本就不是想 正儿八经跟你正规军作战的 但是从乌克兰方面它是生死从啊 都是对吧 政客们也做戏毒穿上军装 跑到一线之类的 对吧 然后拿着这个美国制的这个标枪反弹个导弹 毒刺导弹对恐都没干了 这一来嘛就是 就形成一种 和战争就是形成焦灼状态 对吧 所以第二轮攻击 所以俄罗斯方面就比第一轮打击 第一轮看样子好像还不是 从俄罗斯方面好像还没动正格的样子 它确实完全限于攻击军事目标战力目标 对吧 第二波这来一下 昨天开始就对什么基辅电视台给炸起来了 那一炸电视台那肯定本身电视台不是个军事单位 对不对 这肯定平平伤亡就多了 那么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就是有点情绪失控了 在内外交控也 尤其是西方这次联合制裁行动特别强 包括像联合国昨天特别大会上 这个通过140个国家反对俄罗斯要求五条级列克车对应 这比二战的时候等于是反法西式联盟的国家数量还多了 但这里面也不可比因数就是二战的时候联合官没成立 对不对 当时还是很多亚非拉国家还是明迪还没独立 所以世界上独立的国家没有那么多 对吧 当时国联会员成立的这几十个 对吧 非洲就没几个国家独立了 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独立运动 好多纷纷独立 像新加坡都是1965年成立的 对吧 独立国家 之前不是的 是英属马来亚的一个小邦啊 但是说到底刚才你报这个日历说 2022年3月 我倒想起了 今天实际上是一个俄罗斯历史上一个著名政治家 某种意义上也是改变了这个战后国际社会进程的一个政治家的生人 他叫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出生在1930年的上也好 他还活着 尽管去年被传出什么死的 没死 他今天实际上是整整92岁了 戈尔巴乔夫 但俄乌冲突里面戈尔巴乔夫别看他这个人当时提倡新思维也好 是属于苏共最会论总书记还是比较有改革开放思维的 但是他从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所以他曾经叶利钦尽管背叛过他 但是叶利钦的葬礼上他也曾经表达过说叶利钦是我的兄弟 当时还感动了出席叶利钦葬礼的很多俄罗斯各界人士 但是在2014年普京出兵就是干涉了乌克兰 把克里米亚通过公投从乌克兰分裂过程中 戈尔巴乔夫是完全赞同普京这做法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 所以俄乌战争至少在国内我们看到是有很多反对的 包括游行但是也有很多包括类似像戈尔巴乔夫这种 曾经拿到过那本和平奖的俄罗斯人士 他也是支持普京对乌克兰的好多政策 当然这次由于他年纪大了也没有急着再去采访他对普京出兵 支持乌克兰的他的感想和观点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估计他还是站在俄罗斯包括普京这边的 可能他并不一定直接站成这么大大出手对不对 但是从本土意义上来讲 本土意义上来讲他们仍然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代表 这是一字从这个角度来讲 但是显然普京有几个设算了 没想到这次西方反弹的这么厉害 北约再也不是他眼中传统的北约了 尤其是这次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像德国支持一改战后这种不亡不火的 尤其现在的苏尔斯完全跟这个默克大妈默大妈 完全是在这个政治光谱上两个阶段 一个是圣母表我讲的白左的 一个是右翼的这个思路很清清楚楚 这个每年1000亿欧元这个军费以后提升到2% 在德国GDP的话这标志着欧洲第一经济体重新 这个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 这会对俄罗斯是长期的战略威慑和挑战 所以这次是普京没想到 实际上西方其他人士也没想到 战略局观察家也没想到 以前包括像川普给默克那么大压力 试图让北约其他成员国承担起更多的房屋责任 检验制就多掏点钱出来对不对 不要把老美国一个扛着 以前做不到 但是现在这是由于普京的鲁莽行为 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一下子 北约德国 法国也是这样 你看法国你看 德国官长这么 成熟的老街巨花的这个政治家 但是在看到俄罗斯包括普京和外交部长 赤裸裸的核威胁的话 当面直怼 这是让包括像法国一个从军40年的将军都感到 法国人比较加西来优雅的 没想到这么硬气 俄罗斯用核武器威胁我们 北约也是有核武器的 北约有三个国家也核武器的 英国法国美国 还有一些国家现在目前没有核武器 但是如果一段放松了 比如战后和平宪法的一个说 像日本和德国他们要搞核武器 尤其美国搞核武器 不仅从德国挖了几个科学家去弄出来 对不对 德国就是工业技术储备科技的储备 这根本不在话下 当然像核武器都在包括台湾 你看当初 蒋介石还在的时候 当时台湾 台北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要搞核武器 还是被美国强行勒令中止的 包括美国采取了很多特殊的间谍手段 几乎要威胁要绑架 当时台湾要搞研发核武器的科学家 这样才迫使了蒋介石 后来包括蒋介石 中止了台湾独立搞核武器的思路 所以像核武器 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很神秘的 稍微有点工业基础的国家都能搞出来 对吧 所以以色列巴基斯坦 印度都能搞 伊朗也都能搞 对吧 这个不稀奇 北朝鲜都有了 但是搞出来是一回事 你扬言要使用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俄罗斯这次公开这样较量用 这是他历史上又一次声言要搞 以前他搞过多次 曾经有一次要纵对目标打击中国 对不对 这还是美国保护了我们 从此才有开辟了说 什么乒乓球外交 这是过去的历史 但乌克兰这样搞 这是最终现在看来赢家显然 目前看来既不是乌克兰也不是俄罗斯 可能得益的是第三方 应该像包括俄罗斯周边的小国家 像芬兰尔瑞尔也受到俄罗斯威胁的 对吧 通过这事情更加坚定的他们 从国会到政府到民众彻底倒下 我纷纷要求加快 北约一起得着保护 因为这是美国和北约 不能直接出兵到乌克兰去 对俄罗斯 就是因为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 对吧 北约他是对成员国有保护的责任 当然说到这一点是 94年当时英国美国 在乌克兰放弃核武器 销毁核武器的时候 成为乌克国家 包括中国和法国也提供保护的 这是没有一个国家才提起这一条 对吧 所以说很多条约 怎么讲 你相信他有也是相信 但政府不到事情上 也必须能全部指望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更会触发了像日本制度 他可能会从长远来讲 会寻求增加这个职位 但尽管现在的日本首相是反对了 像安倍的说法要重新核武化 但是未来随着这个第一原政治的变化 所以不知道什么 像昨天俄罗斯飞机还侵入了日本领空 今天又到瑞典 是什么领空上去转了一圈 所以我也确实看不懂普京到底有什么想法 还在四处惹事 这个有点破关子破摔的味道 这就是这样印证了 可能会造成其他国家更深的厌恶 对 瑶瑶说 希望中国能给普京大统领一个台阶 让他也体面的下来 我估计中国现在给普京台阶 普京也未必下来 也没什么台阶可言 问题是如果说瑶瑶这问题有何关心的话 我的观点是普京如果要下来 中国愿意大台子 他如果也愿意下游台下 那么谁给大个台子让中国下来 因为现在就像今天纽约时报报出来的 中国是要求跟普京2月4号见面的时候 要求普京要动手打乌克兰 也要等奥运会闭幕就2月20号 那果然他等到2月24号动手 所以是现在西方实际上要追究 中国某种程度的连带者 你如果不给普京支持 普京哪有这么大胆量呢 对不对 这是西方的解读 但我认为可能中国不得他也是干的 以前他干格鲁吉亚等等 中国也没什么支持他 但是这次情况不同 因为特殊的中国发表了中俄 关于什么国际性秩序的这种共同声明 然后现在大家回过来 你2月4号发布的国际性秩序 原来就是俄罗斯人家公开打 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影响我战略安全 这种理由就是你们口中的 中俄共同展望国际性秩序 对不对 这个人家不hold you accountable 就要让你负一定责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担心 不是说要提这个问题 中国愿意不愿意提供大台式 中国还有没有这个资格在国际西方眼里 能够去扮演这种调停者的角色 对不对 现在几乎现在是有点分裂 就像网上好多人讲的 我们现在看看中国外交家的一系列语言的话 大家看不懂了 对吧 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对吧 这种情况下你说 是不是我们还有还有这个 你的你的你的是你的视像没了 那个声音还在 嗯 什么视像 不是你的那个画面 对好 回来了 嗯 是这样的是吧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 就包括回答洋洋了 我们是愿意乐意 中国如果愿意去 做这样调停抉择 并且 俄罗斯看在中国对 俄罗斯有那么多帮助情况下 让他 呃 变相的闹开了很多西方 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如说 人家 把那个 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停了 等等一系列 那么他还可以卖给中国 对吧 这样子维持 俄罗斯有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外汇收入 对吧 和经济来源 但是俄罗斯是不是会买账 对不对 嗯 是不是俄罗斯也会 利用乌克兰这一方面是讹诈 以北约为首的西方 盟国 另一方面谁要变相 拖了中国下水以后也不让你轻易上 更 不会让你扮演是做好人去做什么这个调停的角色 对不对 不是 不是我们想象善良的角度想要要我救破下驴 不 就变中国愿意干 俄罗斯愿意不下这些问题 二一个 从西方角度来中国现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还有没有某种程度上我们讲 无论从乌克兰眼中看来有类这样的公正性 对不对 有些乌克兰驻中国领事馆 几大城市的几个领事馆都 爆出来根据乌克兰公民在华公民的投诉 就是 在开战以后 乌克兰在中国的好多公民受到中国不同城市警方的约谈了 这实际上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不是属于什么 拉偏价了 这简直就是类似于敌对行为了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你还有没有扮演这种挑剔的中间人的角色 我是打一个问号 这个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对 其实中国在这次联大最后表决的时候 就是 其实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你能够比如说跟140多个国家一起投一张反对票 那么这个形象呢 对 那么最后 赞成票 对 对对 投赞成票 那么投赞成票呢 还有一点挽回的可能 但是呢 很显然 公开的 对 很显然 他最后放弃了 对吧 他还是投了7全票 7全票 这个呢 就基本上下一个我觉得国际社会要收拾的恐怕就是中国 为什么呢 是 他这个印度估计因为跟美国关系交好 阿联酋也跟美国关系还可以 他们说到底也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跟那个俄罗斯有特殊的关系 两个核大国之间如果真的是万一要联手的话 对世界的和平还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所以呢 呃 这个中国这一次呢就是说没捞到好处 但是呃 估计身上一声哨是百分之一百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也不知道 中国政府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国内的民族主义和那些崇拜普京的这种声浪呢 也是一波高于一波 呃 虽然有一些历史学家 啊那个发公开信 啊那个从历史的角度 希望啊这种这种现象啊能够引起警惕 呃 但是好像很快啊 就被网上啊给和谐了啊 啊 所以中国要说两句真话也不容易啊 一些学者呀啊 这个没有办法 嗯 那么那个隔壁老王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呀 其实已经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呃 甚至是一些商家呀 呃 其实都参与了 那么对足球界的影响呢 其实也是蛮大的 那么之前你也提到过俄罗斯有个大亨啊 是切尔西的老板 那么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切尔西的老板 他作为一个俄罗斯的啊一个应该说是呃整个啊 因为他现在也是算是呃主要的一个啊投资人吧 那么你看看他这个这个现在这个切尔西队呃究竟是怎么处置这个事情啊 他这个啊球队 嗯 嗯 这两天新闻报道出来了 嗯 嗯 通过这个俄罗斯这个新闻官呃 表达了几点 一见 他首先呃上周就是乌克兰刚受到俄罗斯入侵的时候 他就因为有英国国会议员不是已经抨击了 要意思说那俄罗斯这个阿布斯著名的俄罗斯是大亨嘛对不对 嗯 要退出 那么他算是很紧急的就回应了这个啊 啊 议员或者公众的呼声 他就表示放弃控制权啊 嗯 那就是交给一个基金会来打理他不管你了 因为以前大家的阿布插手了好多 包括教员教练的任命 包括球员的引进 那以前像社普金科之类这个乌克兰天才运动员 阿布也是把他花大钱拉到这个切尔西去 对吧 尽管后来社普金科尽管在埃西米兰贴的很好 在切尔西贴的没有想达到期望值 但是这也就是表示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原来俄罗斯跟乌克兰确实是两兄弟就是这个对吧 基本是同文同种的都是信奉东正教的东斯拉夫民族 现在变成这样 但是阿布昨天又宣布他全部出售 切尔西俱乐部为了更好的保护球员和俱乐部的利益 同时阿布在开架13社一英镑了 阿布同时表达了几点 出售这个俱乐部的这个净收业 以后全部给资产基金委同时他放弃个人 以前借给俱乐部的15亿英镑实际上这就是 从这点讲阿布还是从我们中国人讲的满上路的 对不对 并不是卖掉了我借给你的拿回来 所以阿布到以前说一万 这次是受他祖国受普京连累 因为他本人跟普京关系也不错 当然这也说明普京这个也是腐败特定 就是跟那些所谓的俄罗斯的寡头们 有扯不清道不明的 这个前四万里里我中右里的正常关系 但是从纯的切尔西俱乐部在全球范围的球迷来讲 某种人是应该感谢阿布的 不讲他这个自不原罪来路不正当不正当而言 但是在切尔西上俱乐部他入住以后 到今天取得了二十几个冠军 包括大满贯拿了世界俱乐部冠军也拿到了 对吧 所有在欧洲出场上 一个切尔西作为印钞一个俱乐部的俱乐部队 所有的荣誉全部拿到 一个也没去没去 所以我们讲他叫大满贯 包括世界俱乐部冠军今天拿到 对吧 切尔西对的比较是球迷来讲 对吧 那他们应该是对阿布某种还是形成感谢的 对吧 阿布毕竟自己讨得真金私银 对吧 提现了他自己的足球任务 而且 他现在他身份蛮多重 他有葡萄牙好像公民的资格护照 同时也有以色列护照 但他在英国是这几年已经不受待见了 因为英国政府时常对签证卡卡 因为这两年俄英之间关系也不如意 不仅是他一个人了对吧 其他像俄罗斯寡头盟 像乌斯曼洛夫 他的那个游艇你看 架子极异 多元的游艇 对德国政府还扣押在那个叫什么汉堡船厂 总之装修重新修一大修的 像类似于战事状态的地产一样 所以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完全跟14年克里米亚的情况不一样了对吧 那真的包括我有某种状态 比如说我原来想如果是川普当道吧 比如他的他比较更强硬一点对不对 如果俄罗斯敢动吧 没想到这个老拜登他是拿北约的所有蒙古一起行动 所以造成盛事更大 这是金融打击包括贴出部分银行在 SWIFT系统对俄罗斯影响打击 比较俄罗斯的最大银行 储信银行在隆东 那个股票里面跌了99% 跌到一分钱了 这个难以想象 跌到一分钱了 原来多少钱 就几乎跌没了 原来原来几块钱 几块钱跌到只有一分钱啊 那是跌到一趟糊涂了 要不多少人破产了呀 主要股东是俄罗斯政府俄罗斯大股 所以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没看到的 而且我这一次特别看到 像芬兰瑞典跟瑞士这些国家呀 都参与进来 我觉得这是也是没有想到 以前这些国家尤其像瑞士 基本上都是中立的嘛 那这次也都参加制裁 就是说明欧洲因为一战二战 都是起源于欧洲嘛 所以这一次就不希望这个三战 别又在欧洲搞起来了 都是从小事开始的 所以可能大家也比较警觉 尤其是呢 后来普京的这种核威胁 可能把大家的这个情绪 都已经是点燃了 所以这一个呢 可能是普京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失策 我认为是 所以导致 对但是 所以这也更说明了他 呃当时可能是 就是做出这决定的时候 要么过于乐观 嗯 要么过于轻视了北约方面的反应 要么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量一下子 对吧 呃欧凯亚抚对不对 总而言之就是错判了 里面有武算 对吧当然了 有讽刺意的 他他做动作这个之前还还这么高调的跟中国一起 发表了中俄关于国际 你看不发表那个公公声明啊 中俄关于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 要命啊 这个世界秩序就是强权就争你了 冯小秋就可以打了 对吧这个就强到 流氓的这个逻辑是延伸的 所以这点上 就是他有托中国下水 利用中国想 邀请他来 蓬蓬厂 作为一个难得的有名有心的头面人物 作为主要大国参加冬奥会 这点实际上中国也并不求他其他帮忙嘛 从我们国家举办冬奥会来讲 无非就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外交抵制 对不对 就无非想请两个稍微有点分量坑来 撑撑场面吧 对不对 说到底就是这个吧 对吧 但是他却利用了中国这一点 给中国下了药了 下了套 托我们下水 下来药很大 像瑞士一样 俄罗斯现在报道出来 在瑞士银行里可能这一两百亿的 就是所谓的存款呀 中国在瑞士的存款是他的上百倍 对对 前两年不是 后来 记得中国外交部发言联盟 以国家名义发表声明啊 你瑞士敢披露这个东西就是 变相对中国的这种挑战了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目的 影响动摇中国国本来 对吧 这个我们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给我们一个 只要通过这件事也是好事 就是可能 让中国未来采取很多 处理 对外关系 或者说哪怕对台关系上 可能更慎重一点 对吧 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所谓的 这一种 天下一统 其实 对吧 其实这一次乌克兰的这个侵略呢 对乌克兰的侵略 其实 可能 一定程度上 也让中国的领导人觉得 如果万一以后 你要对台湾动武的话 可能受到的国际的制裁 可能更加的巨大 这个是我自己猜想啊 他也掂量到 那个到时就是倒退 十年到二十年 经济倒退十年到二十年 那对 因为在理论上讲 我们讲出兵台湾 只有一条理由说明 原因比较反 反国家分裂法对不对 反分裂国家法对不对 就台湾要台独了 你台独要打 但是这一条 在国际上是不成立的 就我们讲的 以前加拿大 比如奎北克搞独立 苏格兰搞独立 应该公民靠独立 你联邦政府不能拍兵打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为天津第一的 全世界 就是联合国犯罪令 人家不认同了 这毫无疑问 对不对 中国还自古以来都是正确的 这是你一家认同的 国际所谓国际关系 要他国大家一起来 这叫规则了 大家来遵守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包括南海上很多纠纷也是 法庭判下来 我默默不愣了 一直非止 这一条实际上是得罪重度了 那麽你自己创一条国际规则了 对不对 说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面临大欺小的情况下 中国想今天一直到昨天联合国大会上 我们海头齐全票 说明我们在道义上 没有担待 对吧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在说啥说得好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跟你们 就被你们欺负 这种命运 谁 想 碰到 大家 奪你唯恐不及了 对吧 所以这是 所以 小小的一次俄罗斯的冒进 把 這麽多年来 对吧 就是蒙在整个国际关系混沌头上 很多都彻底弄清了 这个阵线划得就更清楚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回到摇摇的问题 怎麽中国都调停 再想一想 还有这资格吗 对吧 就像老黄年 昨天又投了集权了 在这你去做调停 你有独立 第三者的这种客观中立立场吗 没有来 对吧 你在做人家也为你们创商谎了 你们两家伙看形势不对了 一个大个梯子一个下来了 这麽容易啊 就下来了 西方就不制裁了 对吧 这个情况 不是那麽简单 对吧 不是你们 除非第一天第二天 中国就高调宣布 对俄罗斯小麦全部放开 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伸受普京 这个被他被他下套了 我是这样的 我认为 中国也上了俄罗斯当了 老毛子又害中国一次了 从来没给我们再来真正好东西 老毛子 从来都对我们中国是下手比较狠 你包括 真正历史上对中国唯一帮过的事情 我可以讲 也不谈就是中共建政之前是给了卢布支持中共 就是打天下 建政以后就是给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提供了中国建设156个中工业项目 这是实实在帮到中国 包括中国哪怕像核武器的原始基础的工业等等 离开了俄罗斯帮助中国就无可能 对吧 但是后来这逐渐逐渐就是 这个我们就看出来这个更多的 包括像史大林也是另外中国 对吧 拖中国下水 也逼中国交头命状去跟美国 就是关系对立起来 对吧 要不然不是卷路到朝鲜战争吗 台湾问题早就结局了 这毫无疑问 对吧 美国当时已经放弃台湾了 对吧 对吧 已经放弃台湾了 但是就是因为中国介入了北韩 这个朝鲜战争 所以第七截战重新再封锁台湾海峡 老蒋才是这个 但是就像网上讲的 像杨德志 他儿子 你要请他去中央电视台讲这个 所谓抗美援朝节目说 杨德志儿子拒绝了 他说为什么 我们资源金死伤几十万 得到什么了 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 金家王朝 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 在北朝鲜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的统治 对不对 爷爷传儿子 哪个才传孙子 对不对 人命过着什么日子 现在瞒不住了 北朝鲜过着什么日子 相反那些 受到联合国军保护的南朝鲜 人家过着什么日子 对不对 成为世界上GDP前使命的国家 对不对 从芯片到电池都是现在世界上 序域不能离开的国家都重要 南北朝鲜一笔 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在哪里 所以杨德志儿子拒绝 参加抗美援朝纪念活动 对吧 所以这是历史发展的 这也是当时斯大林射套把中国捐进去 这时从此就跟西方 跟联合国都接下筹了 所以每年加拿大 他老兵纪念节的时候 你去看老兵台了 加拿大人历史上回想起来 史上最多的是德国 一战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史上死亡日本人 死亡德国人 最后第三个就是死在中国的手上 康美援朝 因为加拿大也加入联合国军了 被中国打死 就九百多个吧 我具体数字记不清楚 反正这也是第三大的伤亡战争的 加拿大经过一百多年历史 所以这个前世不忘 所以应该讲还是一个弘扬和和平 主旋律 就要遵守现出的国际规则 如果大家都去破坏他 四枪凌落 这就不对了 所以这次结果可能很深远 暂时还看不出最终怎么样情况 但显然俄罗斯也是不愿打的 所以进行第一轮第二轮谈判 只不过大家开出条件 这个不同而已 正常的像乌克兰也是 很正常开出条件 只不过也这个俄罗斯呢 这次有点吃下风 所以他提出要求 把克里米尔又还回来 当然这可能触犯到这个普京的底线了 如果这样如果普京都能答应 那普京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这是对一个他一心想做终身皇帝的来讲 像中国大陆好多选手说 叫普大帝来讲 他这口气也不下去 这是政治自杀法 如果他正就答应了 这变成一个千古笑话了 好多人本来还能做克里姆林公主任的 经过这个一折腾他下台了 那你可这不完全是都砸自己一脚 对吧 那那个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 现在就是因为另外两个国家 一个是捷克 另外还有一个是波兰 波兰 瑞典 本来四个队一个阻碍 但是现在明朗 现在不打了呀 国际主席不是打了 取消俄罗斯参加一切国际主席和欧洲联 进行比赛的资格 所以换言之就直接剥夺了他参加本节时间 一点机会没有了 一点机会没有了 那么就是另外三个队 现在另外三个队 现在定下来在哪个国家执行了吗 还没有 那么只要协商一下就很容易解决 这都不重要 就是说就是俄罗斯肯定排出去 因为三方本来是瑞典和波兰首先 他本来出现的可能性大吗 俄罗斯 难说这四个队啊 实力都 都在伯仲之间应该这样讲啊 但是现在实行他的机会一点没有了 他就不让他参加预选赛了 不是说赛场在你的地方 对吧 关键 欧洲联合国局 逐联 惩罚的 很 就是很细致 就是说除非就是支持战争结束 另当别人 但是现在看来 哪怕明天撤兵了 这个决定已经不更改了 这个惩罚就惩罚到 已经让你痛了 况且从其他角度来讲 像包括很多个人 这是国际足协和欧洲联 作为机构出发 还有个别像很多德国教练员在俄罗斯 足球俱乐部论匠 他们也由于个人原因 表示对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抗议 他们就辞去 就返回自己 或者离开俄罗斯 这些很多 包括像印钞比赛 我们看到好多 像艾弗顿和曼城比赛之前 双方队员都批着乌克兰国企 这就是表达了很多球员 包括各人和俱乐部行为上 支持乌克兰人民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人 这就应征了所谓 得到卓注 现在总体足球界基本上下都统一了 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 是没办法再参加 估计主联举办的任何层次的比赛 也蛮可惜 对俄罗斯球员来讲 尤其是对那些本身自己也反对 祖国去侵略别人的俄罗斯球员来讲 这是一种彻底的牺牲 因为运动员 运动寿命有限 你错过了这次机会 你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在世界上出现 比如那些年纪将近三十岁左右的 比如运动寿命晚年的运动员来讲 对吧 所以这蛮可惜的 这是足球的事实 另外 另外那个就是中超的那个主客厂制 现在对疫情对他现在有没有影响 影响很大 本来我们上两个月下来 本来中国各个足球俱乐部在做些因为考虑到 那么主要俱乐部占助上是房地产公司日子比较难过 对不对 所以颁布了现行令以后 那么从俱乐部角度来增加收入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前两年因为疫情原因 大家都废除了总客厂制 因为为了防疫要去都在找一个第三个地方 所以俱乐部都住到那边去进行比赛 他关注都没有了对吧 那么现在疫情相对比较是世界范围稍微好一点 本来中国因为动态清零政策执行比较彻底的 防疫一直就是从感染率上 死亡率上全世界都是比较模范地区 本来大家是寄希望这个赛季恢复中超联赛的主客厂制 那俱乐部也增加一点收入 那球迷也可以从就是家里出来 更多的激进球场气氛 也利于俱乐部得到更多赞助 如果你现场足球比赛没观众的话 你广告赞助牌也买不出去 广告转播不行 但是这下由于最近各地零星的 尤其香港南部 香港现在一天四五万里 这确实爆发的速度比较惊人的 所以南部也严防四十 那么大陆各地零星 内蒙古 什么甘肃 对吧 辽宁 时不时都有 所以知识大家都会观望 包括主席也不敢动了 生怕现在定死了 走客厂制 比如开酒票一卖 四月份就开始了 到最后又不能搞 引起很多麻烦 所以还要 准备工作一方面在做 另外一方面还准备好 仍然风凉不足 可能疫情没控制住之前 下棋之前就搞成 还是搞成赛会 所以这个又主持人家胜饭了 所以这个疫情确实也真是麻烦 真正两年多了 200年 2001年 整个两个赛季使得中国所有的 中超比赛和其他城市的联赛 都没有真正意义上 能够让自己穷米参与 对组队这种捧场的气氛 损失不大 对 这项运动本身也造成了伤害 但这次 现在还没有完全 让人能放心搞这个 是麻烦 这方面 像加拿大美国都已经被放开了 所以我想比如说 我这个礼拜六就可以去看 温哥华对纽约队的 北美洲球大联盟的联赛 这已经放开 只要你 只要出示你接种过疫苗的证明 你就可以进去 对吧 但是国内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蛮可惜的 所以中超 所以又是怎么说呢 就是本身 国足世界被出现失利 对吧 足球又一次进入低谷 状态下 联赛 本来讲 从头联赛为本 要好好弄 因为神不逢死 这个疫情还没有彻底 威星还没有彻底消除 也不能掉疫情形 这两天你看 亚洲方面不仅香港多 韩国也是厉害 韩国今天 还昨天十几万里 老华 不得了 所以确实要掩放四十年 为了俱乐部求赛一下扩散 也真麻烦 也真难以收拾 对吧 等都扩散了 再去 再推倒来 所以可能今年联赛 就是还受到影响 还是要构成晒毁制 主客上是基本 因为没洗 至少上半年是绝对没洗 下半年很难收 好的 那么我们希望中国做去 顺利发展 顺利发展 好的 好的 那要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时间多得飞快 观众还有什么 观众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 那么我们下个星期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天晚上7点40分 我们星期天晚上聊聊看看北美足球大联盟的观感 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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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